好,來,其實枕木是很硬的木頭 它又經過防柱處理 為什麼白羽會把它吃掉 你有沒有看到 它上面,我們剛剛下過雨 它裡面比較乾,那代表什麼 代表那個地方是很適合生物去做環境 你如果要驗證我所講的話 你把這個區塊旁邊 你可能放一些木塊什麼東西 就位在旁邊 給它製造一些遮蔽 這個就是 你要不要看到 它有這一個東西去做遮蔽 這磚頭而已喔 有它做遮蔽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有很多生物的痕跡 這個一顆一顆一顆 這都是生物痕跡 這代表有生物在這裡活動 那有生物在這裡活動 白羽是它的食物啊 那你像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用磚頭啊 不見的啊 你可以用生態效果更好的東西 這個地方跟我們剛剛磚塊掀起來的地方 是完全不一樣 這裡看起來就是完全沒有生物痕跡 那就是代表 你包括人從旁邊走過去在附近活動 對它而言都是乾的 因為它沒有遮蔽 它沒所謂的壁 你把它打開來看 你有沒有看到裡面 生物痕跡很豐富 這裡 好 你光這樣 它這裡有遮蔽生物痕跡就很豐富 所以它你住的最嚴重的 其實就是在旁邊都沒遮蔽的這一隻 住的最嚴重 所以從現象你就可以去看得出 你們該怎麼去處理的問題 你看住最嚴重這一隻 就是在中間這兩隻 這兩隻其實前後完全沒遮蔽 這種整目是很好的圓意造型 它也很好維護 你只要懂它該怎麼維護 像立象放就是不錯 缺乏的就是給它一點生物遮蔽 我侵入的像白羽這些東西 有生物去對付它 將進解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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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or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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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kes 感谢观看